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 据打人男子的邻居 反映打人男子平时喜欢在楼下棋牌时打麻将 但都打很小的最近打滴也很少 乐成APP账号密码为父亲排六提供难度记者联系到视频的剪辑者 即发布者王华里 他告诉记者视频是从一个家庭监控APP上下载的账号密码 是女孩父亲的牌友提供 王华里回忆 大约在今年九月底有人找到他称知道 这个家庭有家暴情况手上也有证据 就是这一家人乐成APP上的视频监控 希望王华里可以介入解救这个女孩 乐成是一个家庭安全类的APP 在家里安装摄像头后就可随时查看监控情况 向王华里爆调的人自称为设置父亲的牌友 因曾将手机借给女孩父亲登陆乐成查看监控 所以他的手机能自动登陆这家人的乐成 一次的无意间看到了视频里有女童情况 便持续关注了一个月 然后向王华里爆料了 这名爆料人在王华里手机上 输入了账号密码 登陆此后 王华里大约打开了三至四次 每次都能观看最近五天的监控视频 他把虐待女童的段落都下载了下来 但在几次打开后 他就无法登陆系统了 应该是被对方发现 我一常登陆他们修改了密码 王华里在发现自己无法登陆后 又联系了爆料人 该爆料人也表示 自己曾用过的密码 无法登陆这一战口 二人从那之后 没有再查看过这家人的监控视频 至于爆料人的具体身份及联系方式 王华里则表示 对方不愿表明 身份也不愿接受公开采访记者走访邻居 平时没在公开查核见夫妻过激教育孩子 曾看到他用手机连接家中监控查看孩子情况 今日下午 南都记者来到位于保安区西乡街道 竟被新村通过多方询问 终于找到涉事家庭租住的地址 在村中一栋自建楼到二楼阳台 仍能看见大人小孩的衣物 未来的集收入室内 据附近街坊介绍父亲刘卯华 平日热情建坛人员叫好 平时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见到他 或者其妻子陈某文用过激的手段教育孩子 但有街坊其道留 陈二人平时夫妻关系不合 据此 推测二人因此拿年幼的孩子出气 对于为何其家中安置的摄像头 有街坊表示 此前与刘卯华喝茶打牌时 曾看到他用手机连接夹中监控 查看孩子的情况 并督促他们完成作业 因此推测摄像头 应该是刘 陈二人为了监督孩子而自行安装 但为何监控内容遭到泄漏 则不得而知